可耻,北马贤猪手公开开游席兄喜笑颜开回应,最多不跑了北京时间9月16日,北京马拉松如期进行,但在比赛中,却出现了可耻一幕,有一名号牌位A3555的参赛者,在跑步时公开开游,突然伸手摸向了路边加油女郎,加油女郎措手不及,赶紧躲闪, 但参赛者脸上竟然还带着微笑,令人十分无语,更可气的是,这位选手在性骚扰过后,竟然洋洋得意的离开了,内心丝毫没有羞愧,反倒引以为傲,事后,这个视频在网上引起热议,网友很快人肉找到这位选手,但他却趁只是摸了一下肚子,没有做什么事,此人也获悦在各种跑群,在跑群中他不但不认错,还各种解释, 整个跑圈都气炸了,要知道这些加油女郎大多是大学生志愿者,发生这样的事,以后还有谁敢安心做志愿者,如今,这是已经引起多邦的高度关注,警方也介入调查,必须的还受害者一个公道,别因为个别人的猥琐行为,让北京马拉松蒙羞,北京时间体育频道组织核心。